这个月9号的下午 中共最高法院还有最高检察院公布了 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其中一项为诽谤罪设定的量化入罪标准 更是引发各界民众的强烈反弹 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共在打造压制网络言论的恐怖氛围 等于是给网民装了一个入罪的口袋 设了一道高压线 阻止他们发表批评中共的言论 还有进行网络反腐 两高最近公布的所谓司法解释 共有十条涉及八个方面的内容 其中第三条列举了所谓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其中情形 另外两高还特别对中共最近网络打摇运动 做了刑法司法解释 认定网络诽谤信息被点击5000次 或被转发500次便是做情节严重 当事人因此可能入狱三年 这个罪名是一个口袋罪 扰乱公共秩序罪 这个就跟流氓罪一样 只要中共政府认为你的言行 对它有所危害的时候 它都可以用这个罪名来处置你 这是也是结合前些阵子 打击抓捕一些网民的行动 是相配合的 两高的司法解释一出台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九号立即发推文说 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是党国豢养的 与周永康一样狠的恶劝 这次即使整肃周永康也不过时狗咬狗 欢迎孟建柱起诉我诽谤他 希望我的话在国内国外被转发500次达到入行标准 中国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指出 两高把网络诽谤定行为刑法犯罪是越权 8月19号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一次工作会议上强调 意识形态方面是中共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话音一落 中国各地公安配合中宣部紧急抓人 短短几天内中共以网络造谣传谣为由抓捕了数千人 现在来讲很多的官员受到强烈的批评 有些官员在任上就受到网民攻击 他等于是给你受了一条高压线在那里 实际上是制造网络上的恐怖氛围 对言论的恐怖氛围 对于官员的批评 这方面的话它只可以提到嚇阻的作用 张赞宁表示对于网络谣言和诽谤 受害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提起侵权诉讼解决问题 当局根本不需要对这一行为动用刑法和公安系统 互联网时代中国的微博论坛等网络自媒体上各种信息迅速传播 到处充斥着调侃及唾弃共产党及其党官的信息 9月10号网络上热传一张月饼图 上面刻着打倒中共 赶走中共 痛恨中共 咬死中共